老婆 嗯 今天跟你说 白天说的事 你考虑怎么样了 啥事啊 啥事你都忘了 不知道啊 白天跟我说什么事了 听一天说的事多了 什么事啊 你怎么这样啊你啊 啥那个 二胎的事啊 啊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想都别想 为什么 不为什么呀 就是不生啊 生什么二胎 哪有的条件生二胎 这不 这也不能单方面听你的吧 那听谁的呀 那个我 听我的 凭什么听你的 因为我 我是一家之主啊 骂呀你可真有意思 我可不生 不是你这一天天咋回事 生你二胎二胎的 都说了多少回了 我不都跟你说不生了吗 天天磨叽磨叽的 行 想生也行 行行行 生 生 啊 行啊 行行行 那你得啥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哎呀 只要你 你生二胎 啥条件 我都答应 真的假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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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说好了啊 我说好了 别当时反悔啊 哎呀为了二胎 我豁了 那 儿是不是跟你姓 废话 他不跟我姓 跟谁姓啊 那生二胎 老二人跟我姓 什么 这么激动干嘛 什么 跟我姓 哎呦 干啥呀气哼哼的呀 翻了什么 不想生 不想生呗 哪怕这还弄什么 跟你姓 跟我姓怎么了 那我生的孩子 怎么就不能 跟我姓了吗 废得就跟你男的姓吗 哪有这个规矩啊 哪有规矩 从古到今 都是这个规矩 现在是新时代了 好不好 新时代 新时代怎么了 你说生个孩子 我生个孩子 我还得跟你姓 我出那个力 我遭那个罪 跟我姓怎么了 都是 都是我看大的 对不对 我生 还一才十月 然后我看大 我天天又得喂奶 完了又得 换尿布 又得洗尿布的 又得伺候他 晚上睡不好觉 又得给做吃做喝的 我伺候大 还有容易吗 我还赚钱呢 我赚钱 给他养什么大 我容易吗 对呀 那就一个 跟你姓一个 跟我姓 公平的对待 不行 不行 两个都是跟我姓 不行 那就再说吧 你自己 好好琢磨琢磨 琢磨好了 再跟我 再跟我谈 好吧